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嘉丽 丁嘉丽是美国波士顿人 1878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 清朝光绪八年 也就是他从大学毕业的第四年之后 到山西省太古县传教 光绪十二年他辞去教会职务 在天津担任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 本文是丁嘉丽从一个家庭英文教师的角度 记述和评论他看到的李鸿章 我不得不承认 我对李鸿章这位中国上一代的朝廷重臣 满怀由衷的景仰之情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忘记1888年那一年 我收到总督大人之邀 每天午后花两个小时为他的两位公子 以及一位孙儿辅导英文 在那之前的一年我在天津创办了一所男子学校 未曾想过会得到总督大人的卷助 他此时的邀请实在是对我办校之举的一种褒奖 衙门也就是总督及办公与居家与一处之所 坐落于中国人聚居的城区 离我校所在的租界大约有两英里的路程 那以后的几年里 衙门每天都会拆人带两匹马来接我 而我则把校武暂时委托给助理 骑着马去衙门教书 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 李中堂无疑是中华帝国中最伟大的人物 亦可寄身于世界伟人之林 为了向你们证明这般印象 绝非仅仅出于乔居中国的美国人 让我援引大英帝国下议院 威廉姆先生 Basil Williams 他在书中写道 他所述的场景 发生在李中堂于1896年 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是加冕典礼后 周游列国的时期 威廉姆这样写道 就在我走出下院时 与李鸿章迎面不期而遇 那时他正由人引领进去听一场辩论 这位身材高大 慈眉善目 像是来自另外世界的人物 经过在透着贵气的宝蓝色织锦段中 仪表堂堂 不太从容 对他所见到的一切 都抱着以温文儒雅的微笑 他这种与众不同的仪表 让人很难想象 有哪位一只同辈 乃至为其前辈的人可与匹敌 他并没有给你那种鞠躬自傲 或全庆仪式的印象 但举止间传递着神一般的个人威严 自信洒脱超然于云云众生 那时北京尚未建立外务部 只有一个叫做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的机构 在负责处理与各国公使馆之间的相关事宜 这个机构的低效无能是尽人皆知的 大臣们在北京衙门里纠缠不休的争论 要拿到天津 由李鸿章最后拍板 所以尽管没有名义 他是实际上的外务大臣 他同时还是北洋通商大臣 并拥有直立总督的头衔 统侠京津及河北所有地区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 科举考试中国进士 据称他对中国古代经书 滥数到其中任何一步 都可倒背如流的程度 除了纯粹的文职训练 李鸿章的军事活动 在那一代人里更是出类拔萃 五十年代初 他便在战场上与太平叛军交手 而这番经历还让他与华尔 Frederic Thonson Ward 以及葛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 有了很多交往 华尔是美国人 一个典型的冒险家 他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中为法军服务过 也曾参与过美国人在尼加拉瓜的扩张行动 1860年 他来到中国并开始为李鸿章效力 华尔召集了当时一些 游散于上海一带的外国冒险家 组建成立了一支由外国人 与中国人混编的军队 这支队伍很快 就在与太平天国军队的交手中频频获胜 并由此被称为长盛军 两年后 华尔被杀 历尽几番曲折后 英国人格登接替了华尔继续统领政治队伍 太平天国时期 李鸿章的职位是江苏巡抚 当时的上海及南京地区都属其管辖 1865年 太平天国叛乱被平定后 李鸿章就任胡广总督 坐镇于长江边上的武昌 1870年 屠杀天主教徒及法国公使馆人员的 天津教案发生时 京津方面必须有强人坐镇 于是他又被调任为直立总督 在此任上 他一直做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人把李鸿章费尽心血 建成的北洋水师一战摧毁 这一灭顶之灾使他生育大损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 李鸿章的官职是代广东总督 直到清帝及朝廷中枢逃离北京后 他才被召毁并官复原职 以便为朝廷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重返天津的那个早晨 那年他差三岁就满八十了 他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向我迎来 老远就伸出双手 唉 如果我在 事不至此 我确信他所言极是 事实上 正是借助于这位老臣的影响力 方才阻止了义和团运动的蔓延 1900年夏天 长江 扬岸各省的总督接到了上誉 命他们驱逐各自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人 可是他们在采取行动之前 都先向住在广州的梁广总督李鸿章报信并讨教 他则立即赴电 不予理睬 你当然不会在任何有关义和团的历史中发现这条记录 但我知道这应当是真实的 在我给他的孩子们做家教时 经常与李中堂见面 他不时会在处理公务之余 到我们这儿来转转 1889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我们的正常学习被强烈的地震给打断了 我赶快拽着几个男孩子跑到书房外面的院子当中 我们簇拥在一起站在那里 从敞开着的院门可以看到另一所院子里的李鸿章 和他的哥哥李汉章 李汉章当时也是南方的一个总督 此时正好到天津来探望他 他们兄弟俩也顾不得体面 仓促地跑出公事房 看到我们站在隔壁的院子里 他们便也过来加入了我们 于是大家就这样站在一起 等待大地恢复平静 大地还在颤动的时候 李中堂坚持让我在当时当地 给他们讲解地震的起因 我还记得另外有一天 总督坐在书房中与孩子们一起听我授课 学生中的一个小男孩 请我讲解传教士所宣讲的教义 于是我就言简意概地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给他们讲解了一番 等我讲完 总督转向他的儿孙们叮嘱道 这的确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学说 可是不要忘了 你们是儒家弟子 曾经有一次我向孩子们询问 他们是否听说过格登这人 因为我很好奇 格登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李家是被如何演绎的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回答说 是的 他们知道所有关于格登将军的故事 格登在平定太平之乱时 曾为他们的父亲尽忠竭力 非常遗憾 他最后竟然背叛了他们的父亲 并被解职了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叛军在苏州被包围并准备投降的时候 叛军首领得到了承诺 他们的身家性命会得以保全 而且格登也以个人名誉 对这一承诺进行担保 不料当叛军首领真的落到清军首领时 李鸿章却下令把他们砍了头 可以想象当格登指到此事之后 他非常恼怒 提着一支左轮手枪到处找李鸿章 并想把他干掉 又有一天 李中堂的一个儿子告诉我说 他的父亲最初与外国人接触时 觉得他们比中国人实乘许多 但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是错的 如果仅仅用真诚诚信来评价 他觉得中国人与洋人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无论中外都有诚实与虚伪之人 一般而言 他认为国人与洋人彼此彼此 我认为李鸿章的这一判断 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解释 他早期接触的外国人 多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是名誉如生命一样贵重的 格登将军那样的人 而后来他所接触的人 则多为到中国淘金投机的商人 以及冒险家一类 李鸿章绝匪完人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 他不认为对叛匪有任何保持诚信的义务 像所有的汉人一样 他身上浸透着汉人传统的中军意识 相信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 当然连圣经上都讲 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嘴 在李鸿章漫长的仕途中 他的确在为朝廷效力的同时 也顾及私利 但他能意识到 是实事在改变中国 而与他有类似教育和环境背景的人们 却没有意识到 仅此而言 他是一个改革者 丁加利在文章中提到圣经上的一段话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这是圣经《生命记》二十五章写到的 古时候以色列人用牛来打骨 生厨踹塔在骨米上 就把骨壳从骨粒上去掉 有时牛拉着石滚子压在骨物上脱粒 然后一起向空中扬起 皮糠就被风吹去 重的骨粒就落下来 收在仓里存储起来 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上 明明的规定 牛在踹骨时 不可拢住他的嘴 表示他可以一边吃 一边工作 如果主人拢住了他的嘴 就是一种不人道的主意 是违背律法教导的行为 因为我们相信 神设立这个条例的动机 不仅仅是 只为牛着想 实际上有其背后的动机存在 另外他也有广泛的意义 就是对为你工作的人 不可以吝啬 因为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谢谢收听飘香腾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